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签署于70年前的一份详书 1945年9月9日 中国战区清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在南京举行 这份详书的签署 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为了这份胜利 中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至少有1200万人 被这场战争夺去了生命 像许多家庭一样 在抗战期间 南淮景的父母 没有儿子的一丝音讯 各种消息让他们相信 南淮景已经阵亡了 意外的是 1946年底 父亲竟然收到了一封 南淮景的亲笔信 1947年的春节前夕 在游走了大半个中国之后 南淮景终于回到了 他阔别十年的家乡 当时温中虽然还听不到枪声 但内战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一天晚上 南淮景和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 老师赶到哪个时候 国共两党内战也要开始了 所以动员他父亲跟他走 他父亲就不愿意走 1948年 南淮景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但仅仅三个月后 他就返回了大陆 在杭州 南淮景结识了凌峰寺的主持 聚赞法师 用法师的邀请 南淮景在这里被僧众教授禅修课程 一天 聚赞法师将南淮景请到疗房 悄悄地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那个时候 聚赞法师跟这个地下党有往来 那这个他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暗杀名单上的一个人 被暗杀名单上的人 这个消息让南淮景坐不住了 南老师因为过去跟中央军校啊 等等这些军方等等这些人 都有一些渊源 所以那个时候 为了保留这么一个 这个佛法教育的这么一个种子 他去专门为了这个事去趟南京 把聚赞法师这个宗明单上划掉 在营救聚赞法师的过程中 南淮景感觉到 处在这个混乱动荡的时局中 自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最终他下定决心远走他乡 1949年2月 31岁的南淮景 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台湾的航船 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从此南淮景再也没有回过温州 也再没和父母见过面 在海的另一边 他开始了新的漂泊 而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张全家福 站在南淮景身边的是他的第二位夫人 名叫杨晓威 吉林长春人 1949年孤身一人流落到台湾后 他结识南淮景 组成了新的家庭 这段婚姻维持了二十多年 伴随了南淮景 走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时光 1949年之前 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人们接受的是日本统治者的奴化教育 所以唯一的中国文化就是 大陆去台湾那一批 台湾是那个时候跟香港 香港我现在批评它的文化沙漠 台湾我出道的时候 也是个文化沙漠 这一切什么福啊 道啊 这些文化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边闹起的 才有增贴文化跟台湾 别大陆别国立都好 嘿嘿 不晓得我要功劳 还有疲劳 百分之就了很多 这是南淮景来到台湾后 写的第一本书 《二十万字的禅海离策》 在这本书中 南淮景对禅宗在中国的演变 宗旨 传授和修行实践 禅宗与净土宗 密宗 丹道 礼学 和西方哲学的一同做了分门别类的论述 提出了不少读到的见解 所以三四十年以前我开始写那一本《禅海离策》这本书的时候 《禅海离策》是为了两件事 我们想骂他 说笑话 骂他 服侍 服辰 那么他写文章 《禅海离策》这个《禅海离策》 他说好好好 我就写吧 写吧 然而 在当时的台湾 《南淮景》根本找不到多少参考书 大多数时候 他只能凭借记忆来写 家里没有书桌 他就趴在床上写 就在《南淮景》写作期间 妻子刚刚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南淮景说 我那个时候很可怜 太太还在等米下锅 还有两三个孩子 怎么办呢 摇篮里一个孩子 这个脚在推摇篮 旁边站一个孩子在哭 手里抱一个孩子 还在写书 在这么穷苦的环境下 三个月当中 每天写六七千字 1955年 在《朋友的帮助》下 《禅海离策》终于得以出版发行 在这本书的封底 还特意印上了这样一句话 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 我父亲其实从小给我的印象 他是一个中国读书人 我觉得中国读书人 好像有一个心态 就是你只要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你永远觉得你欠这个民族一份什么东西 我相信他也是有一种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这份心 只要你懂了这个文化 你就很想为他做点什么事 而可是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历史的长河中间 这些人多半最后都是受到最大打击的人 这个民族好像对你的贡献 并不会完全放在心上 当陈海离策以每本五元新台币的价格 在基隆出售时 根本没人买 很快这本书就从市面上消失了 陈海离策出版后 南淮景去照相馆 拍摄了他来到台湾后的第一张照片 也正是在这里 他结识了自己在台湾的第一个学生 当时那个照相馆的老板 那叫詹阿仁 他就过去跟人家聊聊天 怎么样 你也学佛的吗 我会讲佛经哦 我讲佛经给你们听吧 好 然后那个好啊好啊 对于南老师就去找人家去搭讪 说我来讲佛经给你们听 这样子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再开始的 我出到台湾 江湖法 是产开始 后来台湾还有些朋友说 他就不生男的了 生男是他的家生 因为他说父嘛 所以跟到南无阿弥陀佛嘛 所以他故意弄个生男的 他到去问让他真的生男吗 后来我听了蛮好玩 原来跟阿摩阿弥陀佛那个同事 那时搞文化的人基本上从来都是都是从都没有钱的 那男老师说那时候应 光是应那些书都没钱的 也没有书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种子 很多都是老师带过去的 我在台湾有一次应付 应《字月落》 应我的书 《字月落》谁也看不懂 传宗卖也卖不掉 我又背了仗 那个时候又穷 还不掉 所以我只好叫这个学生 做社会处长 你去想办法 等老师啊 这个人就让我们跟你说得好 看懂 看看 怎么卖啊 我说我管你怎么卖啊 也不能用传理压量啊 我说怎么可以啊 你就想办法这样子 他最后搞了几个月 就说买了 送一堆钱给我还账 过了两三年 因为我对讲修啊 讲福啊 讲产中 哦 产中大位流行了 大家买字月落买不到 哎呀 我就把我拿给学生找来 叫念公养 江西的 哎 我说公养 当年还有五十步 字月落 我穷的时候 还不来讲 叫你拿去买的 现在一定卖不完 你赶快拿来 现在大家需要的 老师一帮都没有 我说你到哪里去了 怎么卖掉了 他说没有办法 你叫我 最后啊 我跟卖猪肉 卖牛肉 都在工会 那个会讲 杀猪杀牛的 就给他了个香料 你们这有钱 拜托拜托 买的书去 杀猪工会 说我们一个子也不认识 看什么书啊 厨长那么讲就买嘛 这五十步 杀猪杀肉的 杀牛的 那个屠宰工会买出来 然后我就这样啊 哎呀 我说真好 那个屠宰工会啊 哎呀 杀生那么多 买了 服输有功德了 现在他也不看 你去拿回来 好好好 我去拿回来 过来再搞了 一梗都没有 我又到哪里去了 啊 气势了 他讲过 忘他们书呢 怎么疯掉的 他就包猪肉 包牛肉 包坏了 真实的故事 当时为了节省房租 南淮锦一直住在基隆的一座小山上 环境潮湿 交通不便 于是学生们在共同商量后 大家凑了一笔钱 由南淮锦负责筹建一个 专供大家学习和修行的地方 没想到 这件事情 却给南淮锦惹来了麻烦 讲好了六个月 要盖好这个书院 类似这样的东西 结果八个月还没动工 但他发现的时候 这个工头已经把钱 卷款而逃 当初跟他学的人 突然间那个脸孔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生活条件很差 有一点钱大家贡献出来都不容易 就是对老师有另外的看法 那老师自己的口述里面讲说 你看看 这些都跟我学的 突然间一下子麻烦变 1956年 南淮锦带着全家离开基隆 搬到了台北龙泉街的 一个菜市场旁边 一天 一位学生去拜访他 南淮锦的生活状况 让他感到震惊 在一篇文章中 他这样回忆道 一家六口 挤在一个小屋内 家徒四壁 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穷 因为他连四壁都没有 然而和他谈话 他满面春风 不但穷而不愁 聊而不倒 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 他就是这个世界 富有极了 直到1963年 45岁的南淮锦 才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在中国文化大学 担任兼职教授 这是他来到台湾 十四年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接到聘书后 南淮锦非常感慨 并写下一首诗 来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 门外呼船走转车 聘书递送 却愁愚 自从长衣山林后 又向人间填表书 1969年的秋天 南淮锦受邀前往日本 进行文化访问 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 我到日本去 带来两个大皮箱 他们给我装的 不像台湾河 文德河 这一提 火 散开了 最后要让我的命呢 又穿个长袍 想着东西散开 包也包不好 包也包不好 也没有让包满 话也不懂 结果我一看 对面来一个中小生 穿着小生装 戴个小生帽 就真帽一样 骨子并不高 我小的 我就把两个东西 笔下一摆 我就想他一招手 他就过来 他就懂了 话不懂 一过来 这样一个礼 我也给他请个礼 我给他比一比 我拿不动 帮个忙 意思到了 我给他拿一袋钱 他北方讲 一话不说 二话不讲 帮我就拿起来一看 就知道送到 送到前面火车架到火车边上了 我赶快拿出钱来 他看都没有看 站起来 振了个泪 回头振了 哎呀 我又看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这个文化 这个教育 都是中国 这些在日本看的 都是中国的文化 保留的 中国整天 我们自己青年 没有文化 需不需 忠不忠 文不文 无不无 男不男 女不女 一直乱去加把销 所以叫做乱去把销 尽管这次日本之旅 只有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但却让南淮井产生了沉重的思考 跟我一路去就是胡英成将军 我听他 郑峰 郑峰啊 我说你是老牌的日本留学生啊 他是在日本留学生 任思生 中山先生 一起去了改门 我说你们 我们打了几十年仗 这个鬼家 这个民宠物 看不到 二十年就站起来 他就惊掉 你看到完全对呀 我说我们的鬼家怎么办呢 我们两个一别讲 一别两个让头就低下来难受 回到台湾后 南淮井做出了一个决定 成立一个文化社团 取名东西精华协会 随后 他在台北青田街 租了一套 三房一厅的公寓 作为开始讲课和办公的地方 便向社会大众开设 禅学 国画 中医等传统文化课程 同时出版相关的杂志和书籍 还兼顾养老和青少年教育 而每一项的开销都是一笔巨款 那么在老师的书院是这样子 你报名呢 只要经过他的审核 通过有这个基础了 他给你零用钱 上课全部不要钱 所以他的声威就很大 男老师那颗是借钱 借钱呢 不但要经常拆东墙 补西墙这样借 而且是高利 利息很高 利上还滚利 那个时候当时我是听到的是 八十万 你想想看四十多年前的八十万 没有收入 因为那时候是开支票调钱 每天几乎都有支票到期了 只要跳一张 肯定三张票一起跳了 那老师就只有一条路去做了 后来搬家在联姻产远 跟一个离姑借的地方 跟他借了第四层楼 他四层楼是空着的 把房租也省下来了 当时学生学生的 差不多都是穷学生 总要供应人家一餐吃的吧 中午不管了 那晚餐总是供应一下 就是因为这样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 在上面煮 竟然楼下会闻得到 离姑不高兴了 你们在上面煮婚的怎么样 别人带船打 就说我们以后不做了 好像老离姑呢也没讲通 老师亲自去跟他做保证 还给他下跪 十多年的时间 南淮金所欠的债务 已经达到了一千万新台币 传递整个中国这些文化的使命 他的那个痛苦 那个痛苦是真的像万针砸砸身一样 所以一辈子他就是这样 布施 把自己也布施出去了 他的家庭也跟着在后面 悄悄地做牺牲 1973年 生病一段时间后 妻子杨小薇前往美国 探望四年前被送去那里读书的小儿子 从此他却再也没有回来 这一年出版的《禅话》这本书中 南淮金在提到良代著名禅门居士富达氏时 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从富达氏的卖妻子及资财 做布施的事 便可了解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是难两全的道理 世间法以富贵公民为极致 初世法以成道的智慧为成就 但做法施者又非资财而不伴 自古至今从事宗教与学术思想者 莫不因此困恶而寂寞终身 一位海外游子的家国情怀 一曲鞠躬尽瘁的人生绝唱 先生 南淮金 和国内的许多火车站相比 如今的温州火车站 看起来还十分普通 甚至有些陈旧 但是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 它却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条连接金华和温州的金温铁路 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外资修建的 古分制铁路 而这条铁路的催生者 就是南淮金 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 金温铁路建成之后 南淮金却从来没有乘坐过 金温铁路开工后 在一封贺词当中 南淮金曾这样写道 在我个人的理想与希望来说 修一条地方干道的铁路 不过是人生一所当为的事而已 我们真要做的事 是要为子孙后代 修一条人走的道路 那是大家真要做的大事业 什么是人走的路呢 让我借用宋儒张恒菊先生的四句话来说 便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灵立命 为往盛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所以他想要修一条新路 人心能够改造 他说拼一把脑骨头 也要把这个事情闯出一条路 1993年 南淮金的几位学生出资 为厦门南普陀寺 修建了一个新的禅堂 第二年 在当时的住持 庙战法师的再三邀请下 76岁的南淮金 终于答应在春节期间 主持一次为期七天的禅修 这也是他在离开大陆45年之后 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他私底下跟我们开玩笑讲 他说我进去打残区 准备被关起来的 那是开玩笑了 因为那个时候 对宗教不是那么样的开放 后世以外 忠于帝王 忠于领袖 忠于别人 忠于将冠 忠于太太 忠于丈夫 在故人耳中把忠于中国字 展示出了 忠 你看中央的忠下面一个身 两身摆在中间 对一切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不净身 没有不净力的 这个位置忠 他都是从早上八点钟 到晚上差不多十点钟 他都是不停地在讲 想当年 我的老师远先生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啊 在重庆 身边的散步 他就拉到我说 怀政啊 你惨了 我说我什么 我没有事了 我妈这一趟来 找到了你 我找到了没有事了 你呀 将来 找你同样的一半的人都难哦 他讲了七天 六个晚上 接受以后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以后 突然之间那天又通知我们说 晚上还要来 其实本来已经接受了 他来了以后 一下子哈哈大笑 笑半天 自己笑半天 笑完以后 马上就再哭了半天 笑完哭完以后 最后都告诉我们 跟我们讲 他讲了 我在这边讲了七天 七夜 七天六夜 当时呢 最后有一个方法 没有交给你们 他感觉 这个方法如果不交给你们 感觉心里放不下 所以他想了半天 一定要把这个交出来 这也是他这辈子 在修行修持过程当中 得到的所谓的魅法吧 所以那天晚上 讲完结束 他是一个很有感情的 他不是一个无情人 一讲到对佛陀的关系 他就很容易哭起来 因为他都觉得很惨规 没有办法可以把佛法全杀出去 没有找到接班人 不要唱离别歌 我们不离别的 周面谈缘 任夜谈缘 什么什么 夜夜无巨散 夜无常 大月刺成长久 那里风地回天南 夜无常 但愿此情长久 那里风地回天南 那里风地回天南 但愿此情长久 男老师离开台湾之后 太多人太多人就说 我们这边需要你 不管怎么样 两千三百万人 你怎么放下我们就走了呢 很多人不止一次各方面的人士 都跟他 就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回台湾 他不是没有情 他像海一样深 可是呢 他也还是不选择留下来 他说 海的那一边 有十三亿的人口 2006年 在海外漂泊了半个世纪之后 南淮瑾 终于在故土安顿了下来 在江苏无疆的太湖边上 他开办了自己一生当中 最后的一个讲学场所 太湖大学堂 这一年 他已经88岁了 他没有节假日的 他每天这个工作时间非常的长 差不多我算一下 他每天工作的时间 要差不多12个小时这样 老师吃的很少 有的时候就挤的花生米 挤筷子小菜 然后一小碗粥 因为我一出国一定穿这个衣服 中国人代表中国衣服 要自己名厨衣服 这是自己的 你们身上穿的不是 不晓得哪里的衣服 一个国家 一个名厨 网无一关 是个字 有几次去 他的感冒 生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有一种感受了 你就觉得这样一个 90多岁的老人 还在为教化 为中国文化的传播 这样尽心尽力 真是很感动 有时候就是老师讲到信头上 做路线 做这个课程 这个组织服务的 就敲个铃 老师 已经讲了一个小时 然后来讲就是 是不是停下来了 老师正讲到信头上 马上去 以后你们 再打扰我 整个人你们就出去 因为他这点年龄 他觉得时间不等了 他希望很多事情 赶快去录制 赶快去变为现实 中国的教育家 主持大的文化 朱老师的心思 是培养信息的人 2009年 他在有一次打气的时候 然后就讲到 这个中国文化 这个断层的事情 他当场情不自禁的 就哭起来了 对于自己的贵家 五千年 我叫三千年的文化 历史的演变 社会的变化 搞不清楚 因此我提倡 叫这些大人们 谁要都历史 他说我一生啊 拼了一条老命 来为这个什么呢 中国文化的传承 做了一些工作 说我就好像一个老树一样 现在就剩我这一个老根了 趁我这个老根 还活着还在的时候 你们要发芽 你们不发芽 当我不在了 也许这个死就断了 下午他们就得到消息 老师在太湖的祖堂 哭了一下 因为那天本来就拍好的时辰 有很多的访客 有很多的朋友要来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 眼泪擦一擦 继续接待客人 视天下人为子女 也视子女为天下人 这一点他真彻底做到了 所以有一句话是他讲的 情到深处反成空 我又偷拍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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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愿 谢谢 喜欢愿 大家帮忙 帮忙 你不在啥 取完愿了 早日成佛 早日成佛 用了 他事实上到要走之前两三天 还在批学生的作业 最后跟身边的几个同学 我们朋友 手写了两个字 平凡 然后赶到医院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也都十点了 我看到了是在那个床上 后面垫着被子 就是半靠着 然后腿伸到床下面 然后又拿个好像椅子 什么垫着 把腿垫着 这样眼睛睁了 明爱诸子出口宅 太府水印欧美月 四大五云如意树 以理属米昌海沢 杀 很辛苦 他这七十年为了这么一个愿力 为了去兑现这个承诺 他吃了太多的苦 他自己也说 但是我几十年来 都是在夹缝里面 勉强做一点点事情 大家其实从心里面 难过的是自己 站在老师的角度来说 大家替他长出一口气 老师解脱了 哎呀 再也不用这样累了 老师太累了 老师从离开家乡以后 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他就像黑暗大地里面的一轮明月 经常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各个时空里面提醒大家 给大家做一盏明灯的指示 当那个涂皮仪式结束的时候 大家再抬头一看 就在那个涂皮的现场的上方 那真是一轮明月高卦 劫北无暇 所以当时大家就感叹 这应该是南老师一生走到最后 整个最圆满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断 靠你们了 我们多老了 看我们这一走掉 你们绝不上手 这个文化就断成了 所以大家努力